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甲心的秘密基地 然后呢 今天是顶着一个苹果头来的 当然是想敷面膜来着 然后呢 刚才是在做作业 一张卷子 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要跟大家 想跟大家落个坑 然后呢就分享一下 大家平时呢 会在无聊的时候 做的一些无聊的事情 然后首先登场的是一个 牌 然后呢 这个做出来的就是这样 大开车 这两边呢 我们暂且称它为屏风 就为了挡住 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这里面呢是一个 身份 是猎人 然后呢下一个登场的就是 一夜小舟 是的 然后呢这个小舟呢 就不是我照着别人的做的 是 自喜的时候比较无聊 然后就拿出一张纸 瞎 瞎 搗蹭 就搗蹭出一个小舟来 就是应该是没人折过 然后呢现在呢就跟大家来 折一下这个小舟 然后呢 现在我就来教大家折一下这个 小舟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张四分之一大小 四分之一作业本大小的纸 就可以从作业本上 随便撕下一张 然后呢 首先 就是先将它对折 然后再将它打开 然后现在像折飞翅一样折出两个小脚 哦折出两个半 然后下面是最关键的一步啊 这个 能不能学会呢 就靠大家的悟性了 毕竟 我也不是特别的 会讲这个东西啊 它是这样 然后让我们能看懂 这里是跟这个对系的 然后呢 这里折的之后呢 这个会有两个小脚 嗯 然后就像它这两个折过脚 然后另一边也跟着一样 怎么折 你把这里的脚折过去 然后呢 下一组就是将这个 这上面的这个脚 那么翻下去 另一边是 就对它这样的脚 然后呢 接下来就将它对折 嗯 主要说呢 这个是 这一面的脚 然后呢 就把我们刚刚 翻下来的那个脚呢 就这么 将它折过一下 然后这里呢 跟这里是对齐的 另一边一样 最后一步就是将这个 这个地方 翻下来 另一边一样 就对它去 最后一步呢 就是将它上一页小舟一样 将它翻开 对 这就是一页小舟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 跟大家 说拜拜的时候了 但是呢 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啊 就这么说了 然后呢 就这样 到哪儿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